去年中美关心有个气球事件 所以就非常糟糕 去年中美关心在低点的情况之下 胡林肯来了 所以那次有点打破僵局的意思 今年就有点不一样 今年就是因为去年11月15号 不是有旧金山首脑会晤吗 首脑会晤之后 中美之前很多对话都会晤 所以看上去 今年中美国的状况 看上去比去年好一点 这就是说有点止迭回稳的依据 中美都知道 现在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美国是感觉到中国的压力 我记得最近网上有一篇曾经的文章 就是说三个美国女士肯定了中国 耶伦是说中国生产的东西量又大又便宜 东西又多又好 然后雷蒙多到德国 说中国的创新能力也很强 然后戴琪说中国的经济体制充满活力 所以这很有意思 就是美国三个主管经济的这个女性官员 就对中国很肯定 但是她从负面角度理解 就是觉得中国挺有威胁 这是美国的定位 中国就觉得美国现在对整个中美关系定位不对 第一颗扭扣没有扭好 中国我记得是这几这一段时间对话都全了这个 首先要有正确的这个认识 所以呢我看这个外媒的报道呢 就是这一次中国比较坦率 华盛人邮报说呢 这个习主席告诉布林肯 要想改善中美关系 美国就要接受中国崛起 然后法新社说 习主席表态是 这个美国要先回答好中美是做伙伴 还是做对手这个根本问题 战略定位不清楚 其他问题都解决不了 所以这是一个一个总特点吧 双方呢都尽量的想 就不识破脸 是不是连对大家都不好 但是现在差异就在的 就是美国觉得中国是战略对手 能力太强了 然后没准备好接受中国 还在想办法施压 所以在那个布林肯来之前吧 小动作太多了 把我们的银行那个评级下降啊 发起301调查呀 在菲律宾部署导弹啊 通过这个多外人入法 那个给什么乌克兰 以色列援助的同时 还给台湾援助 另外就是打那个TikTok吧 就是从中国的观感来讲吧 反正是 他们那个整个来讲 就是 就是美国没准备好接受中国 所以 他来是来提要求的 一串要求 对吧 小动作很多 这个 中方现在看来呢 就是就提了这个要求 你首先 大问题想清楚 是接不接受中国决情 把中国当伙伴还是当敌手 这个问题不解决 其他问题解决不了 所以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总的特点吧 那个 这个对话是重要的 是好的 说明就是说 中美关系没有到俄美关系 那样撕破脸吧 但是呢 从对话的内容来讲 哎呀 这个实际上 差异非常大 是吧 美国现在总体来讲 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中国 然后对中国 单方面提很多要求 那个 然后通过施压 各种各样的怪问题啊 来创造话题嘛 然后中国现在 基本上立场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 你得解决好 你的态度 那么因为这个巨大的差异呢 所以 最后应该实际 问题啊 实际上都没解决 是吧 我看到后来 外交部发了 就五点共识 对不对 五点共识 反正讲都是 一个结论就是 我们继续谈吧 这个具体问题 就交给工作组去处理 那个 所以大概就是一个 总的印象吧 布林肯这次来 待的时间也不短 然后 大背景就是这样 就是他们还没有准备好 接受中国 决起 然后 单方面施压 然后很显然 是吧 中方对他这样一套战略 就是不吃这一套的 那个 所以 所以就谈不上具体的成果嘛 那个成果就交给以后的工作组 去解决 那么 中美关系走向 我觉得 大概这样就是 在大选以前嘛 美国可能不想唠大 因为应该讲 整个拜登的外交成绩不太好啊 是吧 你看俄乌战争打成这个鬼样子 那又来一个巴以 然后如果中美关系再全面恶化呢 他就没法交代了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 至少拜登当局 希望从现在 到十一月五号大选 中美关系基本平静 这是这是一个一个大背景 那我们国家现在呢 经济不太好 对吧 大家都都知道 我们也要全力搞经济 所以我们也希望 中美关系别太差 所以 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 就中美关系面上还行 跟那个去年呢 11月15号的 这个修行人会晤有关系 但是呢 下面按流有动 对吧 那个 然后双方呢 都是想这样 就尽管有矛盾啊 但是呢要把 这个对话的态势维持着 至少维持个半年吧